所以打起来之后台湾会不会投降 我认为台湾大概率会投降 而且不会时间太长 几天之内 这个投降到时候 可能都不一定是台湾政府组织的 可能台湾的有一些爱国人士 自己就组织一个社会团体 主动地跟中国政府谈判了 说我们投降了 这是我的早餐 今天是2024年的1月25日 我现在坐火车去台北 有两件事要坐 我现在走路去中央选举委员会 去举报王志安违反选举罢免法 我现在手里面来的是 我昨天中立好的文字资料 就列印成彩色的 总共列印了五张 其中四张是黑白的 省钱彩色的比较对 然后我打算 把彩色的交给中央选举委员会 举报王志安在封关民调 结束之后还在发布民调 因为台湾法律是要求 选举前十日就不能发布任何民调了 即使住民来源 住民经济来源的 和不住民经济来源的民调 都不能发布 所以我现在去举报他 然后看看依照法律怎么处理 对于外国人怎么处理 这里面有很多检举信箱 我们要去的是 中选会的检举电话在这里 检举信箱在这里 但是我偏偏要走过来检举市 我希望能有一些视觉的画面 然后增加一些传播效果 让台湾人知道 这里有法律漏洞 那你们会有几位造成 那你今天你 我就提交这个嘴巴资料过去 那你要在外面开个自媒体的那个记者会 稍微讲几句话吗 对对对我是这个意思 OKOK 有媒体来 更好没媒体来 我就自己对着镜头录一段 放网上也好 OK好那我们 我刚刚有跟那个保六那边啊 稍微协调一下 如果你们在这边 如果有媒体来的话 你就做采访 如果没有媒体来 你就自己录一段 录一段说你要去递交这个东西 我会请那个保六的学长们 跟那个 保六是什么意思 他们因为我外面是我们中正义分局 啊里面的那个 机关安全维护啊 是与那个保六总队来负责 啊他们会协助你到三楼 他们的那个 不是十楼吗 没有没有 三楼他们的搜巴士 好谢谢 递这个递这个 那个你的诉求 诉求 谢谢谢谢 OK这样是OK吗 感谢 好那稍等一下 超捐业你们 等10点 我等10点 对 你要记得我吗 不记得 对不起 因为我记得你 因为你之前有一次好像在 好像好几年前了 在自由广场 操作无人机 然后被有阻止 那晚上我怎么记得你 晚上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啦 晚上 那你有印象啦 这个事情有印象 曾经人总统去参加那个六四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我真的说 这边是不能飞的 我觉得我不知道 所以我对你有印象 但是飞机它 然后飞机它 类似有一个 额 进飞区 但是它没有读住我 对对对 现堂区 这是我名片 我知道 我有拿过 我有拿过 诶你新 这是新的哦 新的新的新的 之前是直接打你的本名 对哦 之前的名片是直接打你的本名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针尖吧 诶不用 不用看 没没没 我叫佐拉 不叫佐先生 不叫佐先生 哦 你不叫佐先生 你就直接改名了 OKOK 那我就称你叫 称呼你叫佐拉 佐拉先生 OK 这样就没问题 等一下 等看有没有记者 啊如果没有记者的话 你就准时开始 稍微录一段说 你要依这个数据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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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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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分队长 不妨碍你 照我这样子跟他讲的 这样子 OK 那你感谢 想不到又又发了采访通知 所以大家他们的保安 中正一分局负责室外 然后保留负责室内 所以他们就等待我来 所以感觉他们真的很专业 这就是传说中的中正一分局的检车 我现在来到了台北十周路五号的什么联合办公大楼 他们的那个中央选举的人会在楼上 按收发室在三楼 刚才中正一分局的警员跟我讲 等我十点的时候有记者的话 就跟记者做一段说明 没有记者的话 那我就自己录一段 然后去三楼的收发室 去提交这个举报王志安的材料 所以首先他们有看到我的采访通知 也估计到有记者可能会来 所以他们做好了准备安排了人手在这边等待 预防万一有冲突出现 所以他们看上去是很专业很敬业的样子 预防万一有冲突出现 所以他们看上去是很专业很敬业的样子 诶 前前阵队你好 麻烦你帮我来一下这个 好 好 你要直的还是横的 横 呃 这是直的 我要横的 我要横的 好 来 好 大家好 我是佐拉 我今天是2024年的1月25日 我现在来到了徐州街的5号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楼下 我今天要来这里举报王志安 他在1月7号发布了一个 在Twitter X平台上面发布了一个叫做民调去 问如果可以参加台湾大选你准备投票给谁 这里这个民调的话有34,695个人投票 有42万的查看 但是依照台湾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话 还有公职人选举罢免法的话 有第52条或者第53条就要求在投票前10日 不能发布任何民调 也不能讨论散布任何民调 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些资料 递用出来去交给中选会 这边 小门 好 谢谢你 谢谢 这里是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南洞 我要去10周街5号 我要去10周街5号这个画面 行政中立切决政党工职候选人及支持者 进入场所从事进水相关活动 里面不能录了对吗 好 谢谢 OK 盖哪里 你这个比较好 盖我名字附近吧 你的名字在后面 对 表示你们签收 中央选举委员会收到我的提报内容了 刚才有去中央选举委员会去提交我的 举报或者前情 然后我的举报内容就是王志安他有在1月7号发布民调 但是王志安发布民调的时候 他是在可能还在日本的机场 然后当年下午他就来到了台湾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因素 首先他不是台湾人 然后第二个因素是他发布的地点不是在台湾 所以根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明办法第52条 就是他要求民众不得在选举前10日发布任何民调 所以他也违反台湾的法律 但是他不是台湾人 并且他案发的地点不是在台湾 所以我不知道台湾的法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就让中选会的人下来签收了这份文件 他们大概会在10个或者是5个工作日会回复我 然后这里面就有可能会有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需要立法院或者是需要立法委员注意的 Twitter这个平台它是无国界的 然后上面的内容可能会有违反法律 违反选举罢明法或者是违反其他的法律 比如说有人在上面肆意的进行人身攻击 然后明明知道他是谁 但是由于没有Twitter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话 没办法去告他诽谤告他伤害名誉 所以这样种情况的话是台湾法律的漏洞 因为Twitter公司不像Facebook公司 在台湾是有办公室有配合司法方面的协助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律漏洞 我希望台湾的立法委员新任立法委员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然后对Twitter公司这样的跨国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的这种 这种违法行为包括人身攻击啊包括违反选举罢免法都要做出一些预防 我想要想一想怎么球里比较差弹 感谢大家 时间太长 几天之内 这个投降到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是台湾政府组织的 可能台湾的有一些爱国人士 自己就组织一个社会团体 主动的跟中国政府谈判了 说我们投降了 这个没必要打了 大家都是中国人 是不是 主要